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 2021年11月7号起 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 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 司机必须停车 如果猫狗的速养人在场 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 或者尽快报警 想了解更多 可以致电1823或参与道路使用者守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